达官国中小角力队在今年的全中运赛事中再度交出了亮眼的成绩 除了个人赛的部分获得了六金适赢适同外 国男主二连霸拿下了团体总锦标的冠军 而国女主则是创下了队史最佳的成绩 获得了团体总锦标的亚军 达官国中小角力队日前参加112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 比赛成绩相当亮眼 个人部分取得了六金四赢四同 在团体总锦标方面国男主二连霸拿下了冠军 而国女主更是创下了队史上最佳成绩 获得团体总锦标亚军 达官国中小体育组组长同时也是角力队教练的丁兆平表示 虽然这次比赛出现了一株之汗 但孩子们的表现仍然可圈可点 在成绩的部分我觉得算是如我们参赛前的预期 其实在比赛过程中比较可惜就是 我们九年级的孩子有几个是有机会拿下冠军的 但是因为临场的表现还有一些状况 可能就是后来没有拿下来是比较可惜一点 女力发挥让达官国中小角力队首度在全中运 获得了国女组团体亚军 教练丁兆平指出 这次女生都有不错的突破 像是获得第三级第一名的张云云 在冠亚站拼斗到最后一刻 终于赢得强敌拿下金牌 而获得第二级第一名的肖乔诗 虽然才七年级但表现亮眼 以擅长的锁脚技为自己取得全中运第一面金牌 很紧张因为最大的赛事 就锁脚地板的锁脚 就平常练地板的时候都在练那个动作 今年的女生算是进步的幅度蛮大 以往我们在全国中运学校运动会 我们大概都是在第四第五名的水准 那今年我们突飞猛进到第二名 那其实整体状态我觉得还不错 那对他们来讲 对我们整体女孩子的部分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 经济场上终究是残酷的 有赢就有输 这次达官国中小角力队 有几位九年级生 未能够如自己预期达到设定目标 难免觉得遗憾 不过他们也激励自己继续努力 期待下次在场上赢得胜利 教练都说其实我是有实力 但是要在比赛前把自己调整到最好的状态 在比赛的时候才会比较 没有那么多的失误 太轻敌了 就是对自己太信心了 对他在这么短时间内 能够有那么大的身材的成长 但是我就是一直保持 就是我觉得进步的地方 我要改进的地方就是身材 就是粗度 还有力量 全中运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学生综合运动赛事 能够取得代表队资格已经相当不容易 达官角力队的曾少杰 在国中生涯的最后一年 首次登上了全中运殿堂 这次获得的第六级第二名 他说训练很辛苦 但一切都很值得 而稳稳拿下第七级第一名金牌的陈凯荣 则许下了高中要继续夺冠的目标 为了第一名 一直跟自己说为了第一名 所以要撑下去 有达到自己的目标 然后就是继续来继续努力 高中再拿一金 由丁兆平、魏传义 以及李秋平三位教练 领军的达官国中小角力队 靠着平时扎实的训练 屡屡在各大角力赛事中有好成绩 也期盼每一位选手将比赛经验化为养分 持续超越自我 记者杨帮友 赵方琪 新店采访报道